哈喽大家好我是严少 又到了每周五粉底液评测的时间了 脱半顶的服务应该有一堆新朋友来关注我 在上粉底液之前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皮肤状况 肤质呢是混油皮 然后现在换季季节混油偏干 干到爆皮那种常见问题 黑眼圈 两边的雀斑 嘴角的暗黄 然后呢我是一个非常熟的熟灵机一堆 就是30岁的熟灵机 熟都不能在手了 还有一堆就是毛孔粗大的问题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脸上的这个胎记 这是胎记哈 大家不用担心是胎记 先天的先天的 今天我们要测的哪个粉底液呢 Share Tabury的一个Fondation 简称CT了 然后我的色号是一号色 最白的那个颜色 这个是我在实体店设了一下 然后选的一号色 但我觉得我应该选白了 就是总共试色加购物的时间 没有超过五分钟 然后就被那个贵哥给忽悠了吧 三里头littlebee的那个CET的贵哥 小哥哥 如果我买白了我就找你 然后这个我还没有上过脸 就是为了保留一下我第一次使用这个粉底液的新鲜感和反应 所以没有提前上过脸 我已经买回家好几天了 终于可以试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正式上妆 又买了一个新发架 一定要试给你们看 对就是中间就喜欢这些奇迹个外的东西 这个贵哥跟我说你最好是用刷子来上妆会比较好 但是我的习惯是从来不用刷子上妆的 因为我怕会有刷痕 而且刷子的话就是对于我这种胎记瑕疵皮来说 就很难把它铺得特别完美 然后我手头唯一的一个化妆刷也是上次的那个合作给的 与童的化妆刷 我试一下到时候在这边瑕疵不是很大的那家 试一下它用刷子上妆会咋样 不行的话我们再换完美妆单 OK 我们来看一眼它的质地 这是它的质地 质地还是蛮厚重的 基本上没有流动性 完了我觉得我被老罗传染 看个质地为什么要挤这么多 我家里有框是咋的 这种抽别抽的质地 我帮忙就吸取叫线 不会一次性挤太多 拿出我的镜子 摩镜摩镜告诉我 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做作的人 对是我 但这个镜子它因为是古董镜 它里面很多的东西都已经有些晃了 我就这次用一次就好了 下次我还是老老实实 拿一个轻一点的手持镜 这个太沉了 这次我也是没有用 遮毛孔的那种妆钱 对就是 明明是一个毛孔很大的人 还这么作死 我需要找那个贵哥聊聊天 你为什么给我推荐这么白的色号呢 先大致涂一涂 然后用摔子上妆 用摔子上妆 我怎么感觉这么干不磁力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相机能不能展现出来 就这边有点那种卡纹的感觉 我这边用美妆蛋来试一下 而且这个粉底 它干的还蛮快一点 因为我们的手速可能要快一点 我真的觉得 哎 这个色号问题太大了吧 妆胜利还还可以 给你们对比一下 这边是用海绵蛋上妆 这边是用刷子上妆 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 但是我更喜欢用海绵蛋这边来上妆的 感觉它的粉更细致一点 然后刷子这边呢 就显得比较粗糙 把我所有的肌肤纹理都给刷出来了 好 也可能是我选的刷子不好 不是宇童的刷 也不是刷的刷 是我手法的刷 球终于有点太强了 经过深思梳理 我决定还是用海绵蛋来上妆好了 这个棒头是不是有问题啊 每次挤的时候有扑扑扑 你看它干的还蛮快的 刚才那一点已经干掉了 真的太白了这个色号 我今天还打算出门呢 结果可能出不去门了呢 剪个麦 你延时好大一刻 待会儿把你扣掉好不好 这是遮完半长脸的效果 真的太白了 我为什么要听到 能买这么白的色号啊 OK 先不管它的色号哈 我们来看一眼它的整体的感觉 是一种上脸就雾面亚光的妆效 我喜欢的 然后呢 它遮毛孔还是不错 它整体粉质呢是非常细腻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它的遮胎剂的功能 咋样 就每到冬天的时候 我这块都会爆皮包特别严重 然后严重的话它可能会滋血 就是我要把这个皮撕皮撕掉的话 它可能会滋血 就静静的遮一下 因为我把它按压的话 又粗血 我每年都会遭遇这一次这个滋血的情况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 你们也不用担心 最大我接了睫毛之后 眼睛这一圈我都不敢上粉底 就老怕当时卸妆的时候不好卸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困扰 然后打算换一个小一点的海绵杆 再去遮一下眼周的部分 OK 大概是一遍的效果 啊 这个粉底也怎么那么白啊 然后等彩妆的部分上好一点 你们就觉得会自然一点 太白了 我和那个规格 littlebee city的规格 你太坑我了 这什么鬼啊 跟我说你长得白 用白一点的色号就可以了 呸 你们就是一号色卖不出去 也说我傻 我很久没有涂过这么白的粉底也了 上次选择色号好像还是NARS那个粉底棒 OK 然后我们现在来上第二遍 第二遍我们就重点遮瑕 像是雀斑和胎记的部分 其他部分我觉得保持这种 比较自然的样子就可以了 别看我现在与其这么淡定 我内心已经慌得一皮 这什么鬼 现在整理 我好像鬼 然后在镜头里面 平复自己的心情 淡定 OK 我觉得它的遮瑕度 我觉得它遮瑕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们看我没有用其他的额外的 任何的遮瑕产品 它已经把我的胎记遮到90%了 我觉得这个遮瑕度完全OK 我到了上一遍粉饼 再来看看它整体能不能达到 我能出门的那种遮瑕度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不再上其他的任何的遮瑕产品 然后现在呢 我要去把我这边的轮廓打一遍 要不然真的是没法见人了 用的是那个hidden的三色修容 我非常感谢他们这个里面能有一个膏状的修容 要不然我真的这种救不回来 我跟你真的救不回来 今天还约了去老年活动中心跳舞 画这么白的粉底也会不会把人吓死 我先跟他们家科夫小姐说 请跟每一个来跳舞的学员提醒说 这里面有一个人画的像鬼一样 但是他也是迫不得已 我先给你们打一本脸 然后让你们看看侧影的重要性 我头一次在脸上用这么多的阴影膏 让你们看一眼 这个侧影这边是打了的 这边是没打的 是不是这边就自然了很多 有一种这种过渡感 然后我是特意把自己这个颧骨打特别高 更加立体一点 然后侧面是这样的 看这边 就看这边 这边就相当于是一个饼 对 我们的脖子不要忘了 当我们涂了很白的粉底液之后 请不要吝惜你粉底液 反正既然都买错色号了 你用的几率也不会很大 真可怕 买这款粉底液的时候 一定不要选一号色 一号色是留给那种非常白的欧洲人那种 一号色不适合亚洲人的皮肤 除非你真的白的像纸一样 这边为你测到目前为止 真的是让我一个又既爱又恨的产品 它的粉质和遮瑕度真的非常好 但是就是色号而赖我自己 被什么东西蒙蔽了双眼 竟然选择这么一个色号 然后这种边缘的地方 稍微用这种鱼粉给它铺一下 更加自然一点 自然个屁呀现在还 现在还说什么自然 都已经白的像鬼了 今天的定妆方式呢 是三角区域用makeup ever的粉饼 其他区域用高清散粉就可以了 然后也是比较方便大家 到时候观察戴妆之后 会不会有卡纹啊脱妆啊 斑驳啊这种现象 然后周围用这个高清散粉 来定个妆 因为它这个粉水已经是特别 雾面雅光的效果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持久力应该还不错 接了睫毛 然后再看我这个眼睛特别像那个银河会队里面 那个螳螂女像不像 然后接下来固定环节就是闪现两条眉毛 然后画完了眉毛 然后腮红打了点高光哈 其他都没有动 然后接下来就是画眼影了 然后这次给你们带来的眼影是什么呢 D&N新出的这个蝴蝶效应系列 这是它的整体外包装 然后这块会写了它的名字 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小的盒子 我打开一看 看是一颗特别特别小的小毛蛋 就可能用来上一些局部的遮瑕啊 眼角这种位置非常的合适 太可爱了 然后它还有一些这个东西 然后我开始以为是那种什么明信片 或者是贴纸之类的 然后仔细一看 它是一个唇釉的试色卡 设计就是这种蝴蝶的样式 为什么不接正装给我 搞一些试色卡 这不让我试着好看了 又要自己去买 真是过分 然后到时候我们今天的口红 也从这里面开开看 都是什么颜色吧 因为我现在真的看出来是什么颜色 除此之外 它还给了一个像说明书一样的东西 万万没想到 是蝴蝶的贴纸 而且还不止一版哦 好几个颜色 我第一反应是 专美的新封面 就啦啦类那个新封面 就是很多蝴蝶在脑袋上那种封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 绝一个眼影盘 小小的一颗 非常的方便携带 就是特别像小电话 もしもし 它里面是五个颜色 每个颜色的占绩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你基本上用的 蕴蓝色都会给你吩咐的特别好 新手呢就非常适合这种眼影盘 就是你们在搭配上面就是没有什么压力 就不用考虑 啊这么多颜色我选哪个颜色啊 就按照它的油浅到身的顺序上就可以了 让你非常方便的能够轻松的驾驭一个眼妆 然后呢我待会会挨个给大家试色一下 这个色号是真爱加索波 然后比较元气的一个颜色 他们管的一个叫清新电眼扎女盘 让我静静茂 颜色比较温柔 非常秋冬的一个盘 然后比较日常 就是肿抛眼女孩呢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盘 这一盘呢叫玩伴几合零 这盘比较偏紫红色系 可以画一个小小的那种烟熏 适合比如说去出去玩啊蹦迪之类的 不好意思我真的想到蹦迪 我今天就用这个让我静静茂这一盘 来画一个特别日常的眼妆就可以了 毕竟我一会儿也不是去干什么大事 就是去跳个舞活动活动身体而已 所以没有必要化那么浮夸 我的底妆就很浮夸了 然后用这个肉粉色来打个底 它这个粉质还是蛮细腻的耶 非常非常的好晕啊 带一点点到眼尾 主要是想跟我的黑眼圈做一个过度 就已经很黑了 但是黑中要带点红 什么鬼 就用豆沙粉色 叠在这一块 就是整个眼皮的二分之一 处稍微叠加一点点头来一点点 做一个小小的过度 然后中间空出来 空出来用上高光 然后依旧带一点到眼尾 这个豆沙红好好看哦 就是有点点偏紫的色调 然后选择最深的深中色 叠在眼尾 慢慢的起飞一点点 我好眼张其实蛮色异的 想怎么换就怎么换 但是蕴染和颜色叠加上 我还是会稍微注意一点 但是整体蕴染来说 没有像其他的播出那么精致 我找一个干净的刷子 会把边缘再刷一下 然后最后在眼球中央叠 那个最白的亮片色 哇 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 忍不住就想多点点 让自己的眼皮特别 啵啵啵啵 哇 你们看这个亮片 像那种贝壳的感觉 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偏光 我再用最大的亮面色 去过度一下这个颜色 哇 这个颜色也好看 然后带一点点到 下眼瞼的一个位置 我本身会给一把小的细节刷 然后我再用这个细节刷 沾点深棕色 敲敲咪咪的画出一个 对此于眼线 这就不用额外的去画眼线了 因为本身这个架接的睫毛 它就会给你一种带眼线的效果 我要再画眼线的话 就显得眼妆过于的浓住 最好拿一个小刷子 把我这个架接的睫毛刷一刷 是不是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适合我的 是不是现在觉得我的嘴 跟我的脸特别不搭 我现在就像一个那种很坏的一个女人 我本性善良又很怂 好了不闹了 我们接着来看它这个 唇釉的那个试色卡会是啥样的颜色 我希望它有一个奶茶色 就可能会比较搭 然后这个是天真反派 这是一个偏豆沙色系的唇油 诱滑热烈 这个打个真的太像案发现场了 偏正红色西瓜红的那么一个唇油 闭眼狂欢 我盲猜可能是一个深色系 这个更偏那种雪红色一点 然后这个是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可能是偏粉色系我觉得 这个有点水红色 我觉得我还是用天真反派吧 这个可能更豆沙色一点 用一把唇刷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口 它上嘴是那种丝绒的质感 而且它上嘴之后感觉不是很豆沙 感觉更偏橘一点 感觉到时候可以在嘴巴中间 再叠一点别的颜色 深的僵额色之类的 我觉得感觉特别像那个白雪公主的后妈 拿着一把魔镜 这颜色蛮显白的 虽然我今天把它叫白 更显白了 我把其他几个颜色都涂在手心好了 佑华热恋闭眼狂欢和蝴蝶效应 打算叠一点点这个闭眼狂欢 然后在嘴巴中间这个位置 让它有一点点过度感 要不然我觉得现在这个唇色太过的嫩 给你先看一眼整脸的效果 是不是还OK 我这个杀掉 杀掉发光拿下去 差不多这个样子 我要把头发吹干起来就OK了 大便活人的感觉 然后眼妆跟唇妆我觉得还可以比较搭 然后现在时间是三点半 然后我还没吃饭 大家不要学我一定要按时吃饭 然后三点半之后大概六点多 去准备老年康复中心 活动一下身体 然后就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 我大概是两点左右上的妆 现在是过去一个多小时 然后整体粉底也没有什么毛病 根据我的判断 如果我可能戴妆晚上九十点钟回来之后 它这个妆效应该不会太过的掉妆 但是我不确保我这个跳舞的时候 它出汗会不会怎样 三个小时之后出门之前 我会给你们来一波反馈 然后等我跳完舞 爆汗两个小时之后 会再给你们来另外一个反馈 这样就会比较的公平期间 反正我今天争取会戴妆七八个小时以上 OK 那就一会去吧 拜拜 现在时间是六点十分 大概是过十分钟就要出门了 粉底也纹丝不动 一点毛病都没有 口红刚在椰椰室外已经掉光了 但是我没法补 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嗣号 那我待会补一个别的颜色好了 出油是不太可能出油 因为现在北京特别冷 还没有暖气 我在屋里冻的瑟瑟发抖 好了 那我出门了 然后大概三个小时之后会回来的 拜拜 现在时间22点18 争取做到了戴妆八个小时以上 因为是两点上的妆 今天上课呢 上的是爵士课 我想爵士课就按扭一扭 应该就好了 然后万万没想到 今天有地板动作 我现在两个膝盖通的要死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膝盖 现在是什么样子 看到这两片没有 这两片明天应该会变成青色 现在来看一下我的妆面 因为我这两个小时 真的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汗 有点浮粉 但整体妆面还都是在的也 这块出了点油 但它还是在的也 河头你看也出油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这边是用刷子上的妆 这边是用海绵蛋 然后现在整个妆观 我们用镜子近距离观察了一下 这边的浮的情况 没有这边的严重 当然就说你这个浮粉 都已经浮成一片了 但是这边我就感觉还好 整体下来 感觉这个粉底 它的持妆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只要不是这么距离运动的话 应该都是在秋冬这个季节 都持续非常板好的一个状态 总结一下这个粉底有些点 遮瑕度非常OK 但是它的粉底干的比较快 需要你快速的把它推开 另外一个呢 我还是喜欢用海绵蛋来上妆 感觉更加的服贴一点 然后缺点呢 就可能是戴妆时间长了 会有一些浮粉的情况 但是这个具体 我后续再使用一段时间 看我在正常日常生活中 就不剧烈的去运动啊 不去跑啊 不去跳之类的 它这种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你看我这边出汗出的 我额头这块的妆快没了 所以说总体来说 这个粉底也还是挺OK的 干皮我不再确定 能不能使这款粉底液也 因为它真的上脸虽然很容易推开 但后续的话可能需要再观察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混油偏观的状态嘛 然后会有一点点浮粉 然后总体来说性价比还是OK的 性价比我记得应该是380块钱 然后色号的话 大家谨记不要买一号色 对 除非你真的很白很白 不要买一号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眼影也没有掉 然后眼影还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 你看闪片都没有掉 这个眼影的持久度也非常好 因为我经常就是如果一出汗 就是眼皮这会儿就特别容易的出油啊 然后汗水啊 就会把这个给晕开 但是今天这个你看闪片都非常的完整 然后以上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我现在快没有粉底液可以测了 麻烦你们告诉我 你们还想看什么评价粉底液的测评 价格请在500以下 谢谢 太贵了 我真的测不起啊 对了对了 想起一个刚才特别搞笑的事情 刚才 刚才戴了跟我说 她的同事有在豆瓣看到我的八皮 yes 本人终于有八皮了 就我也不知道我在高兴什么 按理说就是有八皮应该不是一个值钱高兴的事 但是有八皮呢 让我小小的兴奋了一下 就是终于有人愿意吐槽 而不是清一色的 就是带有同情或者可怜的那么来看我 我刚才去豆瓣搜 搜我自己名字 对不起啊 我是爱搜自己黑料的人 然后去搜 没有搜到耶 我就搜殷绍 搜殷绍 Nami都没有搜到耶 是被人酸尿了吗 还是我搜搜的方式不对 因为我很少去豆瓣 据传的啊 说那个豆瓣 说那个殷绍 Benny的什么那个发布会现场 然后就抱了Benny的大腿 什么还是签了Benny的公司 我倒想签 人家公司也不要我 我实话实说 就是我这种状态的话 是很难签公司的 就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 你也不是一个新人 然后也不是一个大V 就属于这种很尴尬很尴尬的 小透明up主 就是有人看你视频 但是没有那么多人看的 情况下是很难签公司的 我又要保持我现在这种 佛系更新 想更啥更啥的频率呢 又想就是 根据自己的意志去接广告 都是很难签公司的 公司不会签就我们这种 而且还是一个中老年人 就是很难签公司 你们要理解 所以我现在还是没有公司的 还是自己在做 有可能在做那么一两个月 就还是可能要去出去找工作了 毕竟现在接广告 接的也不是很多 可能就 要凉凉 班尼他们的公司愿意签 我当是一万个愿意了 对 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还是没有公司的 八皮 我那个人也是很辛苦了 然后以上这个视频 就没有头没有尾的结束了 然后你们想看什么分铁测评 麻烦尽快的告诉我 因为如果是外国品牌的话 我还有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断购 我现在手头只有一个分铁能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